第二節的《國立大台》 回來第二節的《國立大台》 今節講什麼呢? 今節其實我是會講聲戰的 考量到幾樣東西呢? 考量到流量密碼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鑑於這段時期 即是之前聲戰解密 就放在YouTube那裡 再加上之後那幾集 即是沒有了聲戰解密 然後我放其他東西在YouTube 我留意到就是 但凡我講講尖士根 Marvel 或者是聖戰 或者講講這些有我們獨立的觀點的東西 就一定是流量很厲害的 譬如上星期上星期某程度 某程度我有少少勾講的 某程度我純粹就是 串緊就是說 今次這套《Guardians of the Galaxy》 這個票房未如理想 那接下來Marvel 我就是爺爺他們 我就是爺爺他們 這個觀點數這麼多 既然是這樣 我今天都會講聲戰 但是呢 其實昨天我就已經準備了今天的題目了 今天會講什麼 問題就是 頂尼有快今早早 今早早我臨飯那時 清晨那時 突然間突如其落 很多新聞 就關於Catherine Kennedy 的末日 那首先就是 如果大家有追開 就跟著我們國立大台群組 就留意到其實就不是我出 是謝先生 Garry 他們個個都出 就是說 那個《Galactic Cruiser》 就是那個星戰濕交酒店 玩到九月就接了 沒有了 其實不要說玩到九月 這段時間 這段日子 其實他們的預約都太少了 因為說真的 你五千元美金住兩晚 還要不是真的睡兩晚 那兩晚你好像監禁一樣 你又要 定時定下要叫你出來 有活動啊 怎樣想想 那些東西 你還比那些 香港的太空倉 所以 我有講過 就是說 其實我那時已經出過 講過 與其你給五千元的消費 來去住 那個星人十九太空倉 不如你給我 我介紹你香港的太空倉 然後我扮賣 Chewbacca 去跟余奔也好 問題就是 他現在因為入住率太低 他每個星期只能夠開一天 那你都倒楣了 其實你燈油火辣也好 還有因為 他的活動根本就是 在講女權 rate 和規努Van 其實沒有人喜歡看這兩個 其一 其二就是 Indiana Jones 5 Dower of Destiny 這個奪寶奇丁五 他有趣 原本應該是下個月才上映的 但是呢 他突然間 不知道誰決定 就說 將這套電影 放到電影節那裏 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 如果在美國某個電影節 如果你只要 你扣票去電影節那裏 其實你已經刪到違法 這麼開心嗎 但是 但是 一般來講 幫他們寫文 那些電影人 那些戲評人 那些就是要等到傳媒場 才進去看 但是問題現在 現在就是因為有了電影節 他又未去到傳媒場 那麼 美國某些主流的 那些報章的媒體 那就進去 進去看 看完之後 出來的風評 你現在進去爛了 嘩 那四十幾% 那已經是 這麼開心 已經是 因為電影節 通常都是左向的 就是 左交向 就是 一點點 一點點 總之就是 很簡單地 因為他以往來幫開 Cathie Kennedy 寫開線稿 那班人 就沒有進去看 那出到來 就 那現在的風評 就只有四十幾% 而已 而那個集中點 都是集中在 Phoebe Waller Beach 那裏 即是他說Phoebe 這個八婆真是搞我的電影 那我就樂見的 那當然了 今天也有 有個聽眾 就跟我 就是在個群組那裏 那裏 不如Henry 你進去看那部電影 你那一集節目 就直接一五一十 講完這部電影的內容出來 我覺得不需要 恥笑她的東西 我又何須進去戲院看 我說了不進去 就不進去 我連我那一張戲 我也不會給她賺 不要給那幾十元出來 因為她需要那幾十元 所以 接下來這套也有趣 就算我不進去看 我恥笑 我也可以恥笑一集 但是今天 其實整個YouTube 都在恥笑Cathine Kennedy 但是如果我 就這樣恥笑 她做一節 就真的太狠狠 流灘了 因為其實有這樣說 以往來講 展示一些照片 看一看 以往我罵Cathine Kennedy 就是說 她玩女權 她把整個Lucas Vinn 變成女權窩 八婆鬥 又法律是女性 又把一個 我們以往來講 最喜歡 最建立到我們 英雄形象 最崇拜 最教育到別人的 Hero Path 英雄形象 Luke Skywalker 變成廢佬 這些我很流於表面 但是其實實際上 她的 Cathine Kennedy 最毒害 或者最麻煩的 那樣東西 其實就不是 那麼表面 如果她純粹是 那麼表面 那這些說真的 大家 大家有腳不進去戲院看 就可以了 但是她最麻煩 就是把很多 以往的 Terms 或者以往的人物 她用她現在 新的後轉的東西 就不停 將那些名稱 是模糊化了去 例如 如果你現在跟我說 Andal 我們每個人都想 那套濕糕 Andal 但實際上 Andal 以前是一個地方名 就是很多 太多這些東西 而她的比喻 就等於怎樣 我們看看 就等於 假設 迪士尼收購了 我們老闆的金錢獅 的小說 然後她又推出了 金錢獅的後轉 但是她把金錢獅 這個名字 明明是一個 Money Master 她就變了 是一個武器 金錢錢擾 前師就是 師打師 金錢獅武器 那如果你是 假設是這樣 出過金錢獅 後轉 就不停在說 這招金錢獅 你說金錢獅 大家就會混淆 大家就 新的後轉的讀者 或者是 以前看開Money Master的讀者 就說 金錢獅不是代表Money Master 為什麼現在不停 你說金錢獅 就變成了 業心 變了 這個是會令到大家 會有所 誤會 或者誤解 但是這種誤會誤解 如果你日積月累了之後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那這個就是 Cathie Kennedy 正在做的事情 今集我們 就會和你們 數回究竟 Cathie Kennedy 禍害了星戰的事情 模糊了星戰 有幾多事情 都有幾多 我們再看看 剛才所講的Andor 本身Andor 以往來講 一講Andor的地方 你就會聯想到 Return of the Jedi 即是星戰的第六集 所謂的第六集 以前的第三集 那就是講 他們去了Andor 星球 因為死星那個保護罩 就是Andor那裏 他們要去Andor 星球那裏炸 怎知道Andor那裏 發覺原來很多紅啤啤的 就是這些E-Walk 後期 去到 星戰完了 即是星戰以往 三部曲完了 其實他們是有兩集的 電視電影 不過那兩集電視電影 那時候香港拿了來播 香港拿了在戲院那裏播 就是 復仇小鐘隊 就是E-Walk Adventures 以及 復仇小鐘就是E-Walk The Battle of Andor 那如果你一想 一聯想到 以前一提開 Andor 那就一定是隻熊仔 你日實是聯想到這隻熊仔 嘩 現在你一講Andor 你聽我講這麼多集 講Andor 你都聯想到 就是不能賣那隻玩具 哈哈 你的玩具 你的玩具 內貨 原本賣的時候 開賣就149 然後減價減到 變成79 最新那隻也是 嘩 最新那隻 來貨149 現在賣又賣那百多元 那我心想 這個就是不能賣的Andor 亦都是沒有人看 或者是看了一套劇 就覺得那套劇 不像星戰的Andor 但問題就是 為何你要用這個名字 這條濕狗佬 你可以用很多名字 你可以用Andy 又可以 Anthony 為何你要Andor 他就要跟你 以往的Andor 那個名字混淆了 那你變成 你把George Lucas 以前Andor 這個詞文 就會被人去 模糊化了 再來看 Stark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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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ylen Marek Gaylen Marek 其實 以往來說我沒有提過 我沒有在節目那裏講過Starkular 很甚少 所以 變成上個 即是今個星期一 我們 這個Toys 博籃館 我們開箱 其中一個show off 的一隻就是 Starkular Kim是完全不知 Starkular 是什麼 Starkular 本身 其實是2008 一隻 一隻 星戰的Games 裡面的人物 他是Darth Vader 秘密修的徒弟 來的 那是連 八卜亭都不知 其實某程度 Darth Vader 是知道這傢伙太厲害 所以我秘密修你做徒弟 某程度是幫他去 想著去對付八卜亭的 但問題是Starkular 這個角色本身是吸引的 因為是由 Sam Witwer Sam Witwer 就是在這個 Chrome Wars配Darth摩音 那個 那個 聲優 是 去做Motion Capture 還有用他的樣子 他樣子很帥 很帥 但問題就是 Kavin Kennedy 和 Jaja Abrams 就在這個 星戰第七集 The Force of Wiccons 將Starkular 這個名字 就變成Starkular Base 即是那個 老翻第二號 老翻第三號 Death Star 本來Death Star 只是一個 建構出來的人造星球 他現在 用了一個 真的星球 來做了一個 老翻的Death Star 但那個 新的老翻Death Star 就叫做 Starkular Base 即是如果你現在 跟人來說 一講開Starkular 大家又會聯想到 咦 Starkular Base 是不是 Starkular Base 不是聯想到 一個很厲害的人 你就是要聯想到 一個很厲害的死星 老翻的死星 我們再看看 嗯 其實 Starkular這個角色 我本身都有 多少少少東西講 以往未講過 因為 本身就是2008 一隻Games 叫做 Star Wars The Force Unleashed 原力爆破 原力爆破 這個 我忘記了 原力爆破 還是不知道 總之 Unleashed 原力瓦解 原力 是 放縱 不是 一定不是放縱 Unleashed 但其實他本身 The Force Unleashed 其實他本身這個名字 他本身整個故事其實 都有一些少少 不可以說抄襲致敬 致敬李連結 2005年 那一套Unleashed 那一套 原本那套戲不是叫Unleashed 原本那套戲叫Danny the Dog Danny the Dog Danny the Dog 是的 後來他們又怕辱華 所以 李連結 李連結 那時候他被綁的頸 是當狗 故事就是李連結 被黑社會 養了來 純粹負責打地下拳 當李連結是狗 那樣的 就是把東西吃 打完地下拳 就把他拉回到籠 那裡 後來李連結 見到 Morgan Freeman Danny Morgan Freeman 就教他 變回他做一個正常的人 那樣 他說我不再是你的 那間屋 我不再是你的走狗 但是其實 The Force Unleashed 本身 那個故事 Star Cutler的故事 是很相似 跟李連結的故事 很相似 就是創作人 遊戲創作人 利用了李連結這個故事 放進去 The Force Unleashed 那裡 那當然李連結這個故事 本身其實就是 以前 這個 阿洛舒華 那道 Codan the Barbarian 的王者之劍的故事 不過這個後話了 那總之 Star Cutler呢 原先就是 Dark Vader 去秘密訓練的 超級高手 那但是呢 去到 Dark Vader 本身就叫他 聯同一班 叫做 Rebels 就打算 找他 他好像做臥底 那樣 拉攏了一班 Rebels 然後本來想著 利用Rebels的力量 去對付 白布廷 因為 Dark Vader本身就是打算 弄死 白布廷自己取代他 但是發覺 後來就穿了鍋 白布廷已經知道了 有Star Cutler這個人在內 Dark Vader 就出賣他 哎 那就對了 靠他聚了整班 Rebels出來 就是有Rebels 意向的反抗軍出來 包括 尼亞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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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乾爹 然後想著 Dark Vader一網打盡 去對付他們 而同時間 由於 Star Cutler 跟那班 尼亞公主 他們相處了 他開始有了良知 就知道 我師父和師父的師公 白布廷是奸的 我是要去對付他 變回 中的角色 所以其實本身的角色 是逆正逆邪 本身的角色 是一個反英雄的角色 如果當年 當年那裏後轉 你是用Star Cutler 來做主線 你拍一個 The Force Unleashed 故事出來 那套戲 很難看很多 但問題 如果 我為什麼會花那麼多時間 講The Force Unleashed 因為 本身The Force Unleashed 這個名字 Kevin Kennedy 和JJ Abrams 都拿來抄襲 就是因為 女權Ray 叫第七集 那個名字叫The Force Awakened 原力覺醒 原力覺醒和原力解放 原力解放 基本上意思是一樣 一個就是原力 覺醒了 一個原力就解放 解放出來 問題就是 那 Star Cutler 那麼厲害 為什麼你女權Ray 那麼厲害 那樣東西就太過 太過比下去了 當然 因為他要吃回這個SJW 那樣東西 因為 所以 The Force Unleashed The Force is Female 但是問題就是 你出來的效果 其實所謂的 The Force Awakened 本身整部電影 就是拿了 A New Hope 就是本身 Luke Skywalker 第一集《聲戰》的故事 而故事 基本上是 純粹就是 男變成女的意思 還有 把Han Solo 那些角色 變成廢人的意思 但是 基本上 你是沒有了一個 原創性的故事 沒有了一種 很帥的故事 其實最重要的 聲戰是什麼 聲戰 你賣到玩具 最重要是帥 但是你不能帥 你是奢侈的話 或者是這麼說 你把女權Rae 掃了一個很 很完美無瑕的角色 那根本上這個角色 是不吸引的 本身 Star Q來這個角色是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但是他本身是有缺陷的 他成長 或者他的 原先的 月前半生的人生 是絕對是有缺陷的 他真的是一隻狗 但是後半段 就開始覺醒之後 才會變成好人 那這些故事其實 某程度上 是很好寫的 或者本身的角色很帥 即是 阿Sam本身的樣子 都很逆症逆邪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你看回這個 The Rise of Skywalker 即是女權Rae的第三集 他跟葵瑞威娜 鬥用原力 在抓那個塔皇船 這裏都是抄他的 這裏 我在星期一都講過 Star Q來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原力 厲害到一個點 就是他的原力 是足以可以把整部戰艦 整部Star Destroyer 是兜東西扯了下來 是扯整部戰艦 扯了下來 所以當日 那些人 譬如看這個 The Rise of Skywalker 看到女權Rae 在那裏 鬥扯的男生 即是 後轉那些粉絲 哇 好厲害啊 女權Rae厲害啊 厲害你這條毛 你看一下Star Q來才 整隻男生和你扯了下來 女權Rae 就是扯了一下 然後發覺 就懂得用 用原力放電 即是那個 Dark Side Dark Side那些東西 但是Dark Side這些東西 Star Q來都懂的 原力放電 原力放電 第一集 The Force Unleashed 即第一集 Star Q來的Ending 是Star Q來和白寶寧 大家鬥原力放電 不過不夠抄 Star Q來死了 所以變成 你迪士尼的星戰 或者你Kevin Kennedy的星戰 所有東西 你是要抄 但是抄得來 你是要令到那件事很模糊化 即是如果大家說一個角色 你懂得用原力放電 即是用原力放電 即是用原力放電 這個Force Lightning 這件事 就不只是Dark Side 其實 所有人都學到的 不過只不過Jedder 是禁止了 不准讓你 這招陰招 而已 但是其實本身 如果你是 了解這個故事 你是寫得很好的 大概不是 那如果你說 你現在跟別人說 用原力拔一隻藍出來 個個可能後轉的人都說 女權Rae Rae你老母 Stark Cutler 那我們再看看 看看 但是呢 KK的 KK派系的電視劇 譬如之前那一套 Andor 我要提到Andor Andor裏面 是放了一些彩蛋 你看到現在 就 Momatha去找那個 古董佬 古董佬那裏 就放了一套盔甲 那些人 那時候 那些人就喜歡 專門掃彩蛋 那些 YouTuber 就說這個盔甲 這個就是Stark Cutler 那套盔甲 嘩啦啦啦 Stark Cutler Cannon Cannan 你老母 因為呢 這套盔甲 其實呢 在遊戲裏面 你為什麼會有這套盔甲 就是 遊戲裏面 你可以不跟故事去進行 你Stark Cutler 可以變成壞人 Stark Cutler 它的結尾 如果你做好人的結尾 當然是被八卜庭 弄死了 但是如果你做壞人 就是Stark Cutler 撞了 Dark Cutler 跟著 Stark Cutler 就取代了 Dark Cutler 做了白卜庭的徒弟 跟著 白卜庭 給這個頭盔去戴 即是說 如果你的Andor 你出了這個規格 其實就真的說 Dark Cutler 死了 所以這個Andor 本身都是一個笑話來的 即是那些人 根本是完全對作品 根本不太熟悉 接著我再看一看 就 之前 The Rise of Skywalker 有一個很不尋常 亦都很低能的故事設定 就是 規劳Van去找了白卜庭 接著白卜庭就說 有一批的戰艦 就被規劳Van去掌 如果你 你幫我復辟回帝國的話 但是當然 那批戰艦 又不知道 又要用一部機來遙控 很多千瘡百孔的問題 就是被 被 Finn 和黑鬼婆騎馬 在那些戰艦裡跑一跑 就只是整人那些戰艦 這個是 絕對無稽 但是那批戰艦就叫做 Catana Fit 其實Catana Fit 本身就是 索隆元帥三部曲小說裡的 的戰艦 而那批戰艦本身 首先就不會是 Star Destroyer 那批的戰艦本身 其實屬於 共和國時代 即是帝國之前 共和國時代 打Cone Wars那一堆戰艦來的 而那時候的設定就是 本身每隻戰艦裏面 Katana Fit那裏有八十幾艘艦 他本身每隻艦裏面 亦都存放了很多 冬眠緊的空兵 就是說索隆是用計謀 首先就引起 Luke Skywalker他們去找這批艦 索隆就秘密跟蹤 到Luke Skywalker找到之後 索隆就整批傾巢而出 個個就登那艦 接著就老套了七成的艦 索隆老套了艦之餘 其實就老套了裏面的空兵 索隆基本上 是拿了一批艦又拿了一堆兵 這個本身的故事 設定是很巧妙 講到索隆多麼聰明 怎樣可以兜過你們這幫新的 Republic來去拿到一批 這麼重兵力的東西 現在你去了給Kathleen Kennedy 和J.J.A.Rams在Rise of Skywalker 這堆所謂的Kathleen 就變成了一堆的笑話 一堆無人機 還要是廢的無人機 那如果你現在 今時今日 你是跟人講Kathleen 你又是混淆了 你是究竟Kathleen 你是究竟Rise of Skywalker 那堆的廢艦 還是索隆元帥 所以當年他很有 他很有 很有計謀地去掠奪那批 真實用的戰艦 這些完全又是如是者 和Andor一樣 又是和Andor 和Star Killer一樣 又是同一個 你去今時今日 你又被Kathleen Kennedy 挪用我之後 這件事又不清不楚了 你究竟是講前面 你講後面 身體那幫觀眾 或者是沒有看過小說那幫觀眾 是完全不知道Katana Fit 之前是這麼厲害的 他們一定會覺得Katana Fit 是這一堆這麼廢的藍者來的 那我們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那呢 那呢 就是Kathleen Kathleen Kathleen這個角色 本身呢 就是一個 我經常跟別人笑 笑著這麼說 是一個Discount版的Jason Solo 小說裏面 利亞公主和Han Solo 他首先生個對龍鳳胎 那就是一個 就是 大仔做Jason Solo 那就是還有一個女兒 那去到之後 他們再生多一個B 就是小孩子 就叫做Anakin Solo 那就是 就叫做 好像 吳空叫兒子做孫患 就是 致敬的爺爺 那樣 那問題就是 JJ Abrams Kathleen Kennedy 他們所謂的 將舊小說的東西 抹走他 跟著就說 Kathleen的名字叫Ben Solo 其實呢 在小說來講呢 那入了魔 Han Solo的兒子 叫Jason Solo 但是 Luke Skywalker 他都有一個兒子 Luke Skywalker的兒子 叫Ben Skywalker 那Ben Skywalker 就是Luke Skywalker 紀念了 OB-1 的 Ben Kenobi 那所以變了 現在呢 他們 Kathleen Kennedy JJ Abrams 就把兩個名字融合了 其實我不知道是JJ Abrams 還是Ron Johnson 因為Ben Solo 好像 JJ Abrams 總之他就變成Ben Solo 如果你現在 跟人家說 星戰後 星戰第二代有個Ben 究竟你是Ben Skywalker 還是Ben Solo 這些又是同樣地 你用一個名字 你可以不用這個名字 你 你規路Van 你不就叫Alo Alo Solo 或者Ran Solo 你可以這樣的 但是 但是他 但是他 都要用Ben Solo 就是要用Ben 他令到 你之前 和之前的印象 是模糊 這些是最討厭 亦都是最 這些是最討厭 和最 惡毒的 他永遠就是 譬如以往來講 你美國 有些人 去發現到UFO 神秘檔案 那些 然後政府就會 出很大堆 去大量的 假的神秘檔案 來溝談這件事 其實Cathie Kennedy 在做的事情 都是同樣地 溝談這件事 那我們再看看 就是這個 Rose Squadron 幸好現在就拍不成 就是Patrick Jenkins 拍那套Rose Squadron 他說 接下來拍那套 星戰電影 講X-Wing的星戰電影 幸好他拍不成 因為其實以往來講 在 無論是小說漫畫 和遊戲 講的是 星戰被迪士尼收購之前 其實那時候 電影裡面其中一個人物 Veggie Veggie Antilles 本身 在X-Wing的系列 無論是遊戲 或者是小說 或者是漫畫 他就是主角 他就是這隊 Rose Squadron的隊長 問題就是 幸好拍不成 拍得成 又是另一次的洗腦 你Patrick Jenkins 你找了Chris Pine 來做Chris Pine 不會是飾演Veggie 那你就會變了 因為他又要講 那是女性 說的隊長一定是女隊長 就會整件事混淆了 Rose Squadron整個故事 是會完全被魔改 或者被遺忘 那時候 因為他出Rose Squadron的時候 已經是 已經是 因為奇奧法師兄 覺得很生氣 就是在他的心態 就是他覺得 Rose Squadron始終是 以前他看了 Veggie的故事 但是 幸好他拍不成 幸好他拍不成 但同樣地 雖然他拍不成 但是在後轉裡面 他是出了個角色 叫做Pole Damien 他的形象 或者他的身份 或者他的所謂的行為 其實 又被人誤解了 以為他是Veggie 這個也是 他們刻意去做 如是者 就 Dule of the Fate 原本 這個星戰狗 原本 就不是叫做 Rise of Skywalker 原本 導演 已經被 Kennedy兜走的導演 原本那集 就叫做 Dule of the Fate 命運之對決 但是問題是 命運之對決 我們一向來講 你跟我說 命運之對決 就一定是 John Williams 在星戰前傳第一集 美影危機裏面 當OB-1和葵桿 去跟Darth Moore一起去撕片 那段很精彩的音樂 是在前傳原創的音樂 就叫做 Dule of the Fate 這個是很出名 但如果你真的拍過 那套電影版的 Dule of the Fate 你又是把這件事混淡了 你令到John Williams蒙羞 Dule of the Fate 明明是我創作的曲目 然後你現在 無緣無故變成電影 那有些人再提Dule of the Fate 究竟是那套電影 定環射的曲目 這些都是他們 Kanfin Kennedy很惡毒的東西 不過幸好就是 無論是Roll Squadron 或者Dule of the Fate 都沒有成道事 沒有以成道事 所以John Williams 是那個 坐鞋監 是啊 他不是在 他自己 他自己那個 表演那個場 我們又要幫這個 啊 Dule of the Fate 第五 Filly of the Fate 那裏 我又要做事了 那就是 他基本上 那是完全是落KK面 那次已經是放到明 那我們再看看 那如是者 其實他們溝淡的東西 還有很多 那以往來說 那 你說在共和國 就是叫做銀河共和 Galactic Republic 其實在星星戰來說 其實分得很清楚的就是 原本在前傳 或者在Clone Wars的時期 那那個叫做Galactic Republic 那它沒有新 還有沒有舊 那但是呢 無論是Games 小說 或者是漫畫 你會留意到 還有另外兩個詞 一個叫做Old Republic 一個叫做New Republic 其實那個名稱已經很清晰 就是Galactic Republic 就是帝國之前 本身的銀河共和 就叫做Galactic Republic 跟著就被白卜庭 變成了帝國 白卜庭死了之後 帝國瓦解了之後 再成立的共和 就是叫做New Republic 新共和 那但是 Old Republic就是 在星戰再之前 四千年前 那時候 都是有一個共和國的 那時候的共和國 那個就叫做Old Republic Old Republic 和New Republic Old Republic Galactic Republic New Republic 三條時間線 很清晰 整個時間 舊 以往 和未來 舊現在未來 那個問題就是 當 Kathin Kennedy 我們就要出什麼 High Republic High Republic 李老闆 那個High Republic 你究竟前後 還是未來 你不清楚 你說的叫 Gold Republic 神經病 其實我們以往 來講 那個星戰的 很清晰 就是現在 未來和以往 但是 你無厘頭 還要說 那個 銀河共和 之前的二百年 那你就很不合理 要不你就用Old Republic 大概不敢用 當然用High Republic 但是你就很混淆 你不如跟別人說 High Republic 是一個 前前前轉 那樣的問題就是 你又 承認了Old Republic 的東西 時間線又不是很適合 然後最離譜的就是 你會找石頭 來做主角 有石頭 有這個 有這個 有巨大的 有恐龍 什麼東西都有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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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的 這班的 哈利世代 你老妹 還有我再看看 以往來說 剛才我所說的 Old Republic Galactic Republic 和New Republic Old Republic Galactic Republic 跟著就是 Galactic Empire 跟著就是 New Republic 本身的時間線很清晰 你看到 其實現在 畫面的左手邊 灰色的時間線 就是 以往你看開星戰的小說 或者EU的小說 或者EU的漫畫 他就會列得很清楚 那個時序是怎樣 但是現在呢 他呢 曬我介紹Marvel的漫畫 就不停是 列回現在新的那條時間線 那連呢 他那個所謂的 High Republic 都 懶是學到以前 銀河救共和 那樣 要做一個Logo 但那個Logo 是錯了 因為呢 以往來講 無論是 救銀河的 共和 那個Republic 或者是再之前 他是沒有那個鳥仔的Logo 鳥仔的Logo 或者那個鳳王的Logo 其實就是 當他們推翻了 這個銀河帝國之後 是阿里亞公主 他們去研發這個 新Logo 這個新Logo 本身呢 就是這個 The Force Unleashed 就是 原歷解放 即是 Star Killer的故事 那裡出來 當然他又抹走了 然後 現在無論是 那個 High Republic 那個Logo 整個孔雀 那樣 我心裡瘋癲癲癲癲癲癲癲 不 Comcast 現在給Comcast 這個 人家的Logo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Kavin Kennedy 做出來的 最不好的事情 先回來 以往來講 你們以為 其他的聽眾 或者一般的聽眾 你以為我 所憎Kavin Kennedy 你以為所謂的 把以前的EU的人 抹走他 或者整個女權 其實最惡毒的就是 就是 剛才我列舉過一堆東西 將那些 新與舊的Terms 黏在一起 他是特意地 將那些Terms 是很像的 就算 那個名字 寸法不適合 但是讀音也是很像 變成你無論 Star Killer Andor 或者是 Rose Squadron 這些 很多東西全部就是 我現在講了出來 或者就這樣 人家 新舊升至迷 一帶那個Terms 然後大家 我們講的東西不相同 這些就是造就到 很多的 不必要的 混淆 但是最惡毒的東西就是 之前傳聞說 會有女權Rate 新電影 那鐵面哥 就拿了一些 所謂的傳聞 就說 因為之前 如果你是 見到一些照片 即是說 星戰那個 Sawa Celebration 你看到那些照片 你看到女權Rate 大了肚子 原來 Kathin Kennedy 就想著 把故事 就是說 Rise of Skywalker 其實都是Rise of Papertine 他永遠都是Papertine 不要偷人家的 Skywalker 那 他說 當然 他偷了名 這裡 明明他不是Skywalker 你變成Skywalker 他說 他妥了兩個B 然後 把兩個B 一對 Queen 來的 把女兒 大女兒 他的姐姐 就叫Layer 弟弟 就叫Luke 原本以往 Luke是哥哥 Layer是妹妹 他是刻意把他這樣 調轉 還要說 Layer 是很聰明的 很乖的 Luke 是一個 很狂暴的 最終是去了Dark side 那這些 又是你 如果 現在我們的作為星戰迷 我們會知道什麼 但是 如果真的這樣 過了三十年 四十年之後 新的那批 的星戰迷 就會覺得 Luke是奸人 Layer 才是大家姐 才是Jones 那這些又是Kathy Kennedy 做出來的 所以 所以 如果我們不想 女權Rade電影 可以發生 我們要怎樣做呢 那接下來 這個 這個奪寶奇兵 不大家會做 杯葛他 令到他 被炒 令到他要走 Hall of Shame 那這些 你當Kathy Kennedy 踢走了 或者 現在大家都告訴大家 你現在星戰酒店 亦是告訴大家 沒有人喜歡 Rade Rade的玩具 不能賣的 規路Rade的玩具 不能賣的 要用這件事 告訴大家 你猛大佬 那隻N1 每個人都買 兩天就斷了 但是女權Rade的玩具 沒有人買的 散彈城 一排女權Rade的玩具 大家要理解到 當你知道了 哪些東西可以 哪些東西不能賣 那套電影就不要推了 你務求 你只能夠渴望 是將他 不要再繼續混淆下去 當然有很多東西都混淆了 Star Killer Andor那些混淆了 就算了 這些東西說真的 慢慢來 就是這些我就算了 這些Andor Star Killer Andor 那些 我就繼續說Andor 我就用來恥笑 但是 大家要知道 Andor本身是一個地方 不是人名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次的 所謂星戰簡白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Kathleen Kennedy 這麼惡毒 和他們將那種混淆視聽 那樣東西我列舉 快勢出來 那就是 期望 期望 日後的 日後的星戰 看看可不可以好一點 因為未來八月 阿蘇卡就上了 那如果阿蘇卡上 算夠了 可以挽回那個劣勢 那都好一點 阿蘇卡 其實很多粉絲都喜歡 因為本身這套阿蘇卡 因為本身阿蘇卡本身就是 Rabos 第五季來的 大家當作是Rabos 心體 這節到這裡 先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一節呢 下一節我推介一套電影 但我是推介一套 queer的電影 我推介一套 有同性戀元素的電影 你猜不到我 休息一會 我推介一套電影 好 最後的